嗯,抗日的时候呢,前期是国民党是主力,已经到了后期的话呢,基本上陷入持久战的状态的时候呢,国金跟共产党都是很强大的,有抵抗力量啊,就是说,一定不要认为就是,不要整天看到网上瞎说八道, 我认为共产党无所作为,整天就是摘桃子啊,实际上不是,共产党,你们只要有一个基本常识以后,大家一定要去认真的去研究历史啊,去看那个地图啊,就会发现,到了这个日本投降之前啊,几乎中共在所有的北方的日委统治区里面啊,建立了一大片的这个敌后根基地,知道吧, 让鬼子啊,让鬼子啊,不敢随随便便的集合精队去攻打这个国民党的南方的建立起来的这个政府,知道吧,所以呢,嗯,共产党在这个整个抗日里面的表现呢, 其实一直以来呢,虽然我们官方把它高估了啊,但是老实不客气地讲啊,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啊,它在我们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呢,我们共产党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做出了 卓业的贡献的,这些贡献呢,都来自于我们每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献出了我们的生命啊,不要说,在这个事情上没有谁功劳大,谁功劳小的,每一个人,集体到每一个人都是付出我们的生命代价的啊,每个家庭, 我们为了拯救我们的国家啊,都是付出生命的啊,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祖辈是曾经非常努力的,让你们拥有现在美好的生活啊,记住这些东西,不要随随意的,然后呢,就为了在这里啊,就是今天啊,很多同学啊,为了就是在论坛上啊,证明自己自三更牛逼啊,然后随意的诋毁一方,要么呢, 就是站在这个共产党这边,随意的诋毁这个国民党精人的贡献,要么呢,就成为了国民党粉,随意的诋毁这个共产党人的贡献啊,我告诉你,不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他们计备了共同的一个属性,他们就是中国人知道吧,就是你们的祖辈知道吧,没有他们共同的努力啊,我们今天啊,不能坐在这里啊,安安静静的分享这个直播啊, 直播间,知道吧,不要的,不要随意的,他妈的,读了几本像,瞎说八道的书,然后整天的不知所谓,知道吧,讨论的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啊,无聊到死,知道吧, 看不起你们,知道,你们低智商就低智商,整天问这些有的没的问题啊,受不了, 那